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15号称 由于出现机械故障 美国达美航空的两架航班 于13号改道 达美航空称 这两架飞机均为波音757200型 达美航空称 由于机舱压力问题 13号 该航空公司 一架从怀俄明州杰克逊古地 飞往亚特兰大的航班 改道飞往圣路易斯 当天 达美航空另一架 从亚特兰大飞往美署维尔经群岛 圣托马斯的航班 因可能出现机械故障 而返回了亚特兰大 达美航空称 这两架飞机均为波音757200型 两次事件均没有造成机上人员受伤 近期 波音客机已发生多起安全事故 本月8号 美联航一架波音757客机 从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起飞后 飞机上的一个轮胎脱落 本月10号 美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800客机 报告在多个轮胎爆胎后取消起飞